將軍一生虎 戰死莫了苦 一人一徒都 追到海軍頭 眼前這位虛眉浩然的老人名叫張崇秀 92歲的他回憶起71年前那段戰火紛飛的歲月依然歷歷在目 張崇秀1942年秋參加新四軍 擔任戰史和文化教員 1950年加入抗美援朝戰爭 擔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第九兵團政治部攝影組長 作為一名戰地記者 他曾用相機鏡頭真實記錄下長津湖戰役 近日 在張崇秀安徽合肥的家中 他一邊翻開戰爭攝影突擊 一邊向記者講述鏡頭背後的故事 所以我們進入朝鮮以後 我們沒有想到 沒有想到這個朝鮮戰爭是這麼複雜 當時我們軍隊只有步槍 手榴彈 沒有其他的重武器 剛剛接受了一些重炮 還沒有到前線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沒有別的辦法 只有靠人的勇敢 據張崇秀回憶 除了戰場上的炮火轟鳴 硝煙瀰漫 戰爭中的飢餓與寒冷 亦是戰士們最大的敵人 當時的朝鮮零下三四十度 穿著棉褲棉衣入朝鮮的他 信得途經山海關時 撿到一件皮大衣 方才保住性命 由於道路車輛遭美軍毀壞 部隊半個月無糧食補給 戰士們值得每天靠一顆土豆衝擊 當時這個軍隊只好吃土豆 只好吃老百姓家裡的 埋藏的土豆 那麼這個土豆就是 一個人幾乎吃一天 只能吃了 這個凍土豆的 我都吃過了 凍土豆 部隊的那個東西抓在藥裡 然後慢慢把它汙汙汙汙 汙汙汙汙 讓張崇秀既已猶新的 不止冰冷的土豆 還有戰士腳上凍壞的皮膚 像包了皮的熟地瓜 談起那場戰爭 張崇秀時而慷慨激昂 中國人民志願軍第九兵團三個軍 在艱難困苦的條件下 與武器裝備世界一流 戰功顯赫的美軍第十軍進行了直接較量 迫使美軍王牌部隊經歷了有史以來 路程最長的退卻 在張崇秀看來 強大的精神是取勝的關鍵 誰都不願意退一步 誰都不願意退一步 所以就像那個戰士 就以難的這種程度 他班長叫他洗衣腳下去 到後方醫院去 他都不想下去 他都不想下去 這就是人類這種精神 他就是不願意走 這人脫下來以後 感覺到自己就像那個地瓜啊 剝了皮啊 是地瓜啊 剝了皮啊的 感覺到自己傻心 哭起來了 美軍士兵從裝甲車上走下投降 戰士們衝上公路追趕逃敵 中美長津湖夜展 三年的時間 張崇秀在《槍林彈雨》中拍下2000多張珍貴照片 而《慎力會師》則是他最滿意的一張 為拍此照片 張崇秀獨自一人 徒步四五十公里 用鐵腳板走了七八個小時追上先頭部隊 最終記錄下經典一幕 據安徽省文聯副主席許國介紹 近期 親歷抗美援朝張崇秀戰地攝影作品展 在合肥市合柴1972文創園展出 共展出58幅作品 由於當年的底片都送回國內 有些照片連張崇秀老人本人也是第一次見到 這是時隔71年 在和平年代下 他與歷史的再一次對望 張崇秀老人拍攝的 這次展出的58幅作品 都是帶著硝煙的 鮮活的 與戰場零距離 也可以說 與敵我雙方都零距離 有一些畫面 不但拍到我們英勇的志勇軍戰士 同時也拍到了倉皇的美軍戰士 這非常難得 難得一件 就是在抗美援朝已經勝利了71周年 現在來回顧這段歷史 非常有意義 中文字幕志愿者 詞細名